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吴奇龙抱起称刘诗诗诗一生后就是获得了诸多明星的祝福 胡歌,谢娜,舒奇,谢南等等都已经表达了祝福 可见这明星夫妻俩的人缘关系还是不错的 至此,小虎队成员中吴奇龙率先升级到了奶爸 当然这些祝福中肯定是要不了小虎队队员的祝福了 陈志鹏发出祝福会表示好好疼孩子 还有就是苏友鹏的祝福很吸引眼球 他表示改天去看看嫂子和帅侄子 还在琢磨到时送什么好 可见小虎队的关系依旧是非常的好 小虎队的三人中吴奇龙和苏友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人气 同时也契约不断 尤其是之前的宫廷期的大热把吴奇龙再度翻红了 四爷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他与刘诗诗应该是殷息结缘的 本来他们俩相差十几岁 他可是两岸文化差异起初并不被看好 没想到自从结婚以来 两人一直如交死期感情稳定 直到刘诗诗被拍到怀孕 四爷也大方的承认了 如今小家庭也然过得风生水起 有了新生命的加入 小日子也越来越稳固而甜蜜 到时同为兄弟的苏友鹏 感情人士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虽然他的事业跟吴奇龙不分伯仲 但是家庭和感情方面就落后了一大劫 如今看到四爷当爹了 估计苏友鹏也再也坐不住了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